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現代人這個身體說 健康狀況如何 大部分慢性病比較多 但是都是因為吃得太好了 但是你說我們的營養已經 這麼樣的充裕了 還需要這樣來進補嗎 因為我們是不是一開始 現在請問彭醫師好不好 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進補一定不要補錯 所以現在大家有觀念 就是結合古代的觀念 比方說在冬天的時候 先儲存能量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這樣明年春天就可以打虎 就不會被疾病來打倒 所以這個觀念還是可以保留 這個叫 就預防身影治療 但是我們要小心 先分辨好體質 先跟大家來講一下 一般的體質 其實虛有分成很多種 比方說平常你上班 就很容易感冒很容易疲倦 是喔 反應的人稍微渴 然後你就中標 然後你講話就覺得 沒什麼力氣 然後也覺得人精神很不好 你小心你可能有氣虛 或者是你在月經期間 通常都覺得量很少 又容易頭暈 臉色看起來很蒼白 甚至你的指甲足血的位置 指甲也很蒼白 然後就覺得念無血色 小心這個有可能是血虛 好像前兩種都有耶 超白耶 而且我身體其實真的是會頭暈的 對 所以看看 明明就是營養過剩 營養充足 怎麼還是要蓄血量虛 所以還是需要進補 但是要補對地方 那如果是陰虛或陽虛的話 陰虛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明明就怕冷藥 可是我又口乾舌燥 我手心又很紅又很熱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種叫做陰虛 陽虛更好分辨 這種陰虛是喝再多水都容易乾 這樣子的意思 就是覺得身體它就像一個 一直在滾的開水 一下就乾掉 對 一直乾掉 怎麼樣都不能解那個殼 那陽虛就更明顯了 可能夏天你就已經穿著厚外套 那這個冬天今年比較冷 鐵定是那個暖暖包 不離身這樣子 不過各位 我們今天針對我們這個冬病禁骨 我們這一個一個 我們來問大家一些問題 好不好 先來看就是有關於 藥燉排骨的部分 感冒正在流鼻水 吃藥燉排骨 可以讓感冒快一點好嗎 這次 來 圈叉請選擇 這也會叉啊 夏天姐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感冒的時候 就是有吃藥燉排骨 因為我可是但是就是很燥熱 反而我喉嚨整個縮起來 我覺得反而感冒會更嚴重 那個很不舒服耶 半夜會整個這樣好像腫起來 很燥 很熱 但是感冒如果吃吸藥 感覺就是會比較傷身 所以感覺吃藥燉排骨 就可以補那個元氣 對啊 其實我有很多那種具體的經驗 因為吃藥燉排骨 其實你在虛的時候虛不受補 補再多東西流失掉 其實沒什麼用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那個 但是你舉圈耶 對 但是這個問題有個 吊詭的地方 因為你們製作太愛賊了嘛 怎麼那麼簡單 因為吃藥燉排骨 不是會好的原因 是讓你這個循環很快的結束 因為你去血就開始通了 開始旺了 血液循環旺盛 可能要三天兩天才會好 你可能縮轉成兩天或一天 所以是讓它加快那個流程 抵抗力拉上來就對了 對 但是你是說 這個排骨有可能 跟只喝湯頭 那個有沒有差別啊 其實沒差啦 沒差 重點還是那個湯啊 那骨頭其實還好 那是最好玩的啦 所以我現在 我知道沒有效果是 肉有蛋白質也會加速恢復吧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在感冒 我就很想 因為我一感冒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身體需要補 所以每次你看我鼻水一直流 然後鼻塞頭暈 可是我喝一碗熱湯之後 頓時鼻涕也好了 然後也流汗身體也舒服 所以不見得要吃藥燉排骨 不是 但是我覺得藥燉排骨 裡面有當歸 那感冒就是氣虛 然後當歸又可以補氣 所以我覺得是有效 你真的有鼻音耶 正在感冒耶 他正在感冒 好嚴重喔 我一直被大家笑說 余蕭老師也會感冒耶 對 對 余蕭老師也是人 最感冒 對 來問看看正確解答 到底是什麼呢 彭醫師 絕對不能吃 絕對不能吃 沒吃 還好沒吃 這怎麼上課啊 絕對 一吃保證馬上沒有聲音 對喔 就是要知道 就是這種感冒咳嗽 流鼻涕 然後流鼻水的時候 就是身體有一種 上火發炎的症狀 其實就是身體有所謂的風邪 邪不勝症的時候 千萬不要補到邪氣啊 會越來越嚴重 對 所以身體有外邪的時候 不能補 再就是上火的時候 大家比較知道 其實藥燉排骨 它本身是屬於 鑄火 什麼叫鑄火 就是幫助人體的這個火燃燒起來 如果你的火很小的話 你吃一點這個藥燉排骨 它讓你的血液循環加速 所以整個人精神會很好 四肢冰冷 胃冷啦 怕冷啦 什麼的症狀可以消除 所以你就會覺得 一吃整個身體都暖起來 會有這種功效 可是像剛剛那個Paul講什麼 虛不受補 對 那如果真的虛 剛剛有好幾種虛啊 對 那有沒有哪一種虛 是可以 哪一種不行 到底可不可以合啊 其實我們來看這個 藥燉排骨牌裡面的成分 它就是剛剛講的 當歸 當歸補血 然後穿蟲活血 所以補血又活血 再加上黃旗推動氣 補氣 氣推動血循循環 所以補氣又補血 氣虛 血虛的人都可以用 然後有一位最重要的那個 藥材就是熟地皇 熟地皇這種東西滋乾補腎 然後保護我們的原氧 意思就是說 它能夠燃燒火之後 還一直提供那個火種的來源 所以它這樣的配舞 其實對一般的這種 氣血兩虛的體質還滿適合 對 是... 不過聽著這一番理論 洪醫師你想來一下嗎 洪醫師 這個碗還是乾淨的 我幫你盛一碗吧 好香喔 幫你盛一碗 對 有沒有什麼 就說你的角度 不適合吃這個 這個每次到冬天時候 我非常擔心 大家知道我是那個腎臟科醫師 那腎臟不好的時候 你去看醫生 醫生都跟你講 要注意不能吃太鹹 要腺甲 腺鈴 腺鈉 那我知道 你知道那一湯 濃湯裡面 對 又是就所有的一些精華 都在那一湯 湯汁裡面 真美味耶 真的好喝耶 對 你感冒等一下收起來 我交給你講 我告訴你 就曾經發生一個案例 腎功能不好 人家腎功能不好 他不大會排甲 他就喝了這個濃湯之後 就開始全身肌肉無力 然後之後就開始心率不整 就突然送到醫院 心臟都已經快停止了 這個叫做高血甲造成的 每一年那個腎臟不好 因為喝這種濃湯 造成高血甲猝死 這種機率很高 第二個我要呼籲的是 有這些心血管 腦血管疾病的 你在吃這個的時候 當然不要太頻率太頻繁 那也不要 比如說一週不要超過一次 因為這類也會刺激你的 交感神經系統 所以這兩個也要特別注意 第三個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腸胃到不好的 這個臨床也發生過 本來有胃潰瘍 吃了這些補了之後 隔天解黑大便 為什麼 大家會想說 它為什麼 這個本來它就是一個 高濃度 高脂肪 高鹹的 然後在腸胃本來就 不是很好消化的一個東西 那它有一個 我們一直講說它會活血 會促進那個血液循環 它就是為什麼會活血 在我們C解釋就是 抑制血小板的凝擊 讓血液不會凝擊 那如果你剛好有一些胃潰瘍 本來就很容易出血了 可能這個下去之後 那個為什麼解黑大便 就是 這個也是其中一種 對 第四個我要提醒的是那些 有一些自體免疫疾病的 像一些那個 類風濕關節炎 或是我們之前挑戰那個 肝癩症 牛皮癩 這一類的 這一類你吃進這個 會促進我們的一些免疫活化 這一類有可能會 本來你好不容易 你把那個疾病控制得差不多了 可能吃下去的時候 整個又再發作 這在臨床上也滿多件 這個鍋現在是一直在加熱 對 其實你讓它冷了之後 你會看到上面有一層浮油 是 滿多的 排骨的油 對 其實在主要頓排骨 第一個我們大概去選擇 這個藥材的時候 大概一定要去找這些合法的 中醫師 或是中藥材 那選擇這種真空包 然後它這裡面有一個 白色透明的袋子 這個白色的這個紙袋 你要試試看 要能夠撕破的 假設不能撕破的 我建議你換那個袋子 那再來這個藥杖排骨 因為都是排骨嘛 就是肋骨的 一定要把排骨先煮過 這要煮個十分鐘之後 然後那個湯不要了 再拿來跟藥一起燉 因為這個骨頭 多多少少會帶有一些中金屬 你給它煮過十分鐘之後 再來熬的話 這樣比較不會有一些中金屬 但是我之前看到 有一些藥杖排骨的店 它們會附吸管耶 對啊 它給人家吸那個裡面 對 那骨髓 他們不知道那個骨頭 我們還把那個 都留給小孩吸 對啊 他們想說 補乾 對啊 大骨也是 還要把骨髓留給小孩吸 因為那是精華耶 對 是現在才知道耶 其實以前的那個觀念 認為這個熬這個大骨湯 可以補鈣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的研究 就是說你要喝二三十碗的 這些骨頭的湯 都還比不上 一杯牛奶的鈣來的度 可是那是用熬的啊 我們是直接咬那個骨髓 吸骨髓 不是更快 對 但是也會相對的 這就有一些風險存在 那相同的這個藥材 也要先用水煮過 一定要確實的清洗 而且水煮過之後 撈起來 再來 兩個再加在一起 再加在一起燉 因為這些中藥 它有一些必要之餓 就是有一些煙燻的 二氧化硫等等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它很容易長一些 黃蛆毒素 蛆蛆毒素 那你經過燉煮過後 再來加在一起 這些二氧化硫就沒有了 這樣比較安全 那所以譚老師 你冬天那你不吃藥 都用排骨 那你排骨會煮什麼呢 也有進補的效果呢 那其實我會建議 用一點牛旁 或者用一點山藥都可以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不大需要補 就是冬天也盛產很多蘿蔔吧 我大概煮最多的 大概就是蘿蔔排骨湯 但是坦白講 蘿蔔在這個中藝裡面 是比較冷的 所以你也可以用山藥啦 可以用什麼 用一些牛旁切片 然後泡過醋水之後 再來煮 也不太容易變黑 接下來我們這是名列第三名 對 就是加母鴨 更大鍋的牛肉 各位 要再加油了 像剛剛我們第一題 只有佳琪答對 我們的藥燉排骨 整鍋就送給他們 你看 剛好 好香 待會可以大鍋帶回家 我們隨時享用啦 對 來 那加母鴨這個呢 也是大家一定會吃的 對 我們也有題目要考考大家 來囉 請問 加母鴨有老薑麻油 這些倒熱的食材 吃太多會容易掉頭髮 長痘痘嗎 一定圈的嘛 你怎麼愛吃 你怎麼愛吃 我掉頭髮 不是 是因為這個年紀 也不太會長痘痘 這跟那個加母鴨 應該沒什麼太大關係 沒有關係啊 為什麼沒有關係耶 你也覺得沒關係 通常是 如果是到掉髮 已經是別的身體出了狀況 然後長痘痘應該是油炸 那要問Paul身體 別的皮膚有沒有狀況 我希望是加母鴨的人 但是別的部位長痘痘啊 對啊 連頭皮都長痘痘 對 因為之前真的 我們去過吃過加母鴨 那時候因為 我們連續三天 都有人約在那裡 我就連次三天 結果 結果那天晚上說 今天好熱可以回去睡一覺 怎麼開始流鼻水 不是裡面 我從頭都關了頭會流鼻水 然後一抹 是血 流鼻血 因為連吃三天 然後我自己 連吃三天 對 你吃流鼻血 而且連拉三天 那就算了 我覺得我就還好 但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跟我一起去吃的 他整片是這邊 額頭這邊 還有人中這邊 全部都是一排痘痘 然後後來他看到說 背 他就叫我幫他擠背 那個背部的痘痘 什麼東西 哪個女生朋友 你怎麼這麼擠背 你真的正常 把他自己擠不掉 你少奶了 其實是無症 風邪啊 你 人家背部就要拉開打 整片都是痘痘 一拉開 真的姜母鴨吃都 不知道會不會掉頭髮 但容易長痘痘 所以痘痘的角度是會的 一定會 一定會 我自己的經驗就 因為我們家旁邊 就有家很有名的姜母鴨 五百塊兩個人 公家對不對 原來就是你們兩個 吃東西 然後吃完 背上長好多痘痘 我們不會告訴他 要見老師啦 真的 因為我就很殘 我就很愛吃姜母鴨 然後可是我真的每吃 到隔天早上下巴一定會長痘痘 而且那個痘痘會長很大很痛 除非這體質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懷孕的朋友 他是因為他對鴨肉 這種東西會過敏 所以他不是長痘痘 他就是吃完姜母鴨之後 他皮膚過敏 不是 聽看 開刀後不能吃鴨肉 人家說鴨肉有時候會 有毒 對 懷孕前 可是我懷孕的時候 我就問醫生說 我懷孕可不可以吃姜母鴨 吃姜母鴨 然後醫生就說 最好不要 對 他就說鴨肉比較毒還是什麼 他就覺得那個湯也很 西醫也會講這個 西醫 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好像會 所以也不能吃這樣子 對 我還是給他對 不過在很多描述 其實是不那麼正確 我把它比較精準的講一下 其實它是一個發物 就是說它會讓你的救 所以倒也不是因為吃了姜母鴨 你就會掉頭髮長痘 而且你本來就容易掉髮的人 你本來就是長痘痘痘的人 他會讓你的症狀加重 會惡化這個現象 特別凸顯 對 所以本來可能你的頭髮 都控制得滿好的 你可能因為這幾天嘴 才連吃了三天的姜母鴨 變成像Paul這樣 真的 不是 變成就是頭髮會 還流鼻血 對 還流鼻血 沒錯 就是前功盡世 都是他害 真的 好嚴重喔 是姜母鴨的問題 不是 你的問題 就怕有的人還不曉得說 沒有 排毒 你看加速排毒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對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而且像剛剛就說 會不會早產 會不會公縮 其實這個部分比較偏 對 因為麻油它其實是個好東西 可是它會引起我們的子宮收縮 這樣子 那鴨肉到底毒不毒 其實鴨肉在中原來講 是個好東西 這是好東西 真的 怎麼說呢 它只是個發物 但是如果你沒有救急的人 你沒有一些什麼痘痘 或是一些 它其實就很好 因為先就營養學的觀點來說 它的蛋白質含量很高 一百公克的鴨肉 它的蛋白質二十五克 脂肪只有零點九 其實很低 它算是高蛋白低脂 洪醫師 來 薑母鴨評論 我剛剛喝了一碗 會吸起來嗎 吸起來 會 又吸起來 而且還會藥燉又喝這個 對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你手上假設有一個傷口 我們拿一個薑母 你直接給它這樣 好辣喔 這樣大概會怎樣 會又痛又重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這個叫做 正在發炎 紅腫 我們感冒的時候 我們上呼吸道的黏膜 也正在發炎 所以我們都會吃那個 普拿疼是什麼 症痛 解熱 抗發炎 對不對 可是你竟然是用一個薑母去刺 薑去刺激它 它是不是腫脹得更嚴重 對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做這種 蠢事情 蠢事情 第二個 我再分享一個 臨床的案例 還有哪一些不能吃 我曾經碰過一個 臨床案例就是 他一來就說 他的腰好痛 然後他說 大概中午開始 就出現一個血尿 然後我就問他 原來是昨天吃了 一大波的那個薑母鴨 那這個是什麼 我要這個叫做 泌尿道結石 腎結石造成的血尿 你如果有結石體質的 你又喝了一堆高鈣的湯 又高普林 高尿酸的 兩個會發生 一個就是結石又發生了 一個就是你的 會發作 台灣痛風的人比例好高 我就有了 那個不要吃太多 對 你有痛風你還連三天吃這個 對啊 那個時候就發了 後來就知道說 不能再這樣吃了 因為你通通發起來用一定 是 還有我再補充一個 一個叫做 我們假設你有 我們這邊 兩邊 上腹這邊叫肝臟 膽囊 這邊叫做胰臟 你如果有急性膽囊炎的 膽結石的 也不要這個喝太多 這個有可能會誘發 它發作 左邊這個也不好 這叫胰臟炎 胰臟炎什麼會誘發 一個叫脂肪 高脂肪類的東西 一個叫酒精 這鍋湯裡面 這兩個都滿多的 急性胰臟炎 是很高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其實這個膽母鴨 真的都是全酒 它酒是有熱量的 一定要特別小心 而且喝了這些膽母鴨的 這些湯之後 不要回家 早頭就睡 因為過去曾經 有一些案例發生 就回家喝了就睡了 他一睡不起來 因為有一些高血壓 有一些那個 心臟動脈異壞的一些人 有沒有 他覺得喝了之後 他回去睡很好 就躺了就睡了 就從此再也沒有起來過 那破你真的是命不開拒 還好我可以流離血 很有流血 因為他都忙著擠痘痘 所以沒有睡 對 謝謝 擠痘痘擠到噴鼻血 擠到流離血 還沒有毛睡 那肝臟有問題的人 更是要小心 因為這個是全酒料理 真的不大建議 還有就是洗腎的病人 他們有腺甲離子 這組成一鍋的時候 甲離子非常高 我們有那個病人 就是跟朋友一起吃個 加母鴨 吃個一碗走到停車場 就倒下去了 這個是伴力太多了 還有就是我們 像這裡面他有加凍豆腐 那最近有一個新聞就是 這豆腐裡面有一些 違法的添加物 其實這些火鍋料等等 最好先經過汆燙之後 再放進去 然後吃鴨肉 不要吃鴨皮 這樣才能夠減少量 那這一鍋還要送出去嗎 這一鍋答對了還是要送出去 我們要喝喝快點 還是我們兩個一起喝 對啊 再一次驗證一下 是不是真的喝多了 會長痘痘跟掉火 好 來 好了 接下來我們這次排名 第二名就來了 這是我最愛的 麻油雞 我的天啊 麻油好不好吃 你看看那個湯頭顏色 那是厲害的 真的 然後再看一下另外一個東西 我這個是老饕 我跟你講 麻油雞 薑 老薑爆得好不好 那個金黃色 對 那個感覺像這一碗 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還可以再有進步的空間 好的 瓜哥 這是讓我想到我 生大小頂的日子 你看對不對 每天都可以吃 對 對啊 多棒啦 讚 但是還是有問題 要來考考大家 聽囉 好 來 請問 麻油可以幫子宮收縮 驚奇的時候吃麻油雞 有利於精血順利排出去嗎 有沒有 這很像棒的原理有沒有 子宮收縮就棒 排排 有沒有 好感覺有沒有 圈叉 請選擇 佳姐 三題有兩題 你獨排中藝 真的嗎 沒有看他們答案 但說不定你又對了 對啊 因為其實那個麻油雞 是我真的最愛吃的 是不是 然後也真的很苦 因為很好吃 所以我剛剛形容那個 感覺是對的 而且我真的就是 驚奇長不順啊 就是覺得好像 滴滴答答排不乾淨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可以 幫助血液循環 然後幫助我們可能 就是排得比較乾淨 對 而且到冬天一定要吃 一定要 你立冬的時候 真的冬天都不會冷 所以不管是不是驚奇 只要立冬我一定會煮 我覺得你有生過小孩嗎 有啊 有啊 你也是 你也是 恭喜你們的回憶 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坐月子的時候 頭一個禮拜 是不能吃麻油雞的 那是排二路啊 你要等二路排完之後 才能吃 所以那驚奇跟那個原理 是差不多的啊 那你就在排血的時候 你不能吃啊 因為它大量的出血吧 所以要等驚奇結束之後再喝 或者是尾聲的時候再喝吧 是這樣子 有可能是要看體質 它血崩 是嗎 因為我有朋友 他就是 他前一天就去吃麻油雞 他沒有什麼懷孕什麼的 我們就是差不多這個年紀 那隔天早上起來之後 他發現他床上整個濕濕的 結果一看整個都是血崩 對啊 血崩 他反而是出血更多 在生理期的時候 那會不會加速就把它排完了 不行啦 這都沒問題 病案現場 其實我去外境採訪過一家 麻油雞名店 然後那個時候那上面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賣衛生棉 其實我對這個非常了解 你賣衛生棉 你都送衛生棉 不是 我們公司 我公司 我自己公司 帶你衛生棉 所以那個時候我進去採訪之後 他看到說 其實他有一個流程表 就經期前你要吃什麼 經期中要吃什麼 經期後要吃什麼 因為說真的 對 因為你如果滴滴答答 你在吃這個的話 永遠排不完 這樣子 對 所以你反而是要結束以後 然後就把剩下的一些 清掉的時候 才要吃麻油雞才對 對 所以瓜哥麻油雞 每個女生的感覺不一樣 不一樣 到底正確解答是什麼 鳳醫師 錯 不能吃 不好意思 麻油雞很簡單 就麻油雞跟酒這三樣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反應 還真的會影響到月經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 麻油它本身是乾 溫涼然後潤母脹 然後可以通腸 潤腸通便就對了 所以它對於子宮收縮 是一個保護作用 但是如果月經還沒有來之前 就吃它裡面的酒 會加速血液循環 那那些已經腫瘡的內膜 就剝落了 所以你會變月經提早來 然後措手不及 然後身體也會產生一些變化 這是酒的問題 這個部分在月經前吃 來是酒的問題 中 在月經經期的時候 吃會怎麼樣呢 因為麻油跟酒都是燥熱的東西 它有所謂收色 收固的效果 就是像剛剛文華講的 它絕對會變成淤血出不來 所以你下一次 所以你下一次的月經 要不就雪快 要不就這一次的月經 會滴滴答答滴不完 對 或者是沒有在量大的時候吃 在後面收尾的時候 就是Paul講的 你怎麼這麼了解 對 專業吃 專業 就會滴滴答答 對 一直就是 一直就是補到不該補的地方去了 那有人真的會經期的時候喝 反而血量很多嗎 會會會 也有可能 雪崩主要是因為酒醋雪巡 這種就是它本來 血量就比較多的人 但是它的收縮可能是正常 那正常收縮的人 你去加速那個收縮的力道 這個就像剛才 昌明哥說 爆量 對 對 這是本來就精量多的人 但是這個會有個壞處 爆量之後它會變成 後面滴滴答滴不乾淨 沒什麼好處嘛 所以我會建議月經期間就是都不要吃 對 尤其是有的 它會用四物當湯底的 你千萬不要在月經的來的時候 吃那種四物湯底的麻油肌 它絕對是會大出血 那如果像有的人是 例如驚喜不順 或是來的時候量非常少 或什麼之類的 對 那吃這個是不是剛好就 就滴滴了 所以要在非月經來的那幾天之後 其他時間保養吃是可以的 對 適量的吃湯其實好處真的很多 雞肉它的又乾溫 中醫講補益五臟 對 而且它不像鴨肉是涼的 它本來就是溫性的 然後麻油又可以幫助收縮 那酒又平常可以促進血巡 所以平常吃保養 其實吃的適量是很好的補養 那麻油肌以外還有麻油腰子 麻油胡辣麻油蝦 對 麻油螃蟹 就要那個分料有沒有關聯 其實在中醫來講 不同的這個動物的這個肉 它的補益效果還真的不一樣 像豬肉像松阪豬 麻油松阪豬 他最喜歡吃 對 這種東西適合男生 為什麼 因為豬肉這種東西 在中醫它的杏味來講 中醫有酸苦甘辛鹹 它是屬酸味的 所以它是入肝 它是補肝肾的 不一樣 對 所以男生可能會比較累 或者要應酬喝酒 他覺得吃松阪豬肉很OK 可是女生一定就特愛麻油肌 因為它是補五臟 五個都補 只補肝可能不太夠 對 其他的蝦蟹之類的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效果 可是像腰質就很不建議 內臟類的 大概一心不心 也沒有真的補到 然後可是熱量 倒是多說 真的 同醫師 麻油肌 可以吧 這個 你應該也愛了吧 我老婆坐月子的時候 我吃滿多的 我這裡要提醒 大概這一類的 其實有很多這些補品 都含有一些天然的荷爾蒙 有一些天然的女性荷爾蒙 那我們在西醫的觀點裡面 在補充一些天然女性荷爾蒙的時候 有某一類疾病 是跟這個相關聯的 所以一些子宮肌瘤的 乳癌的 卵巢癌的 如果你吃下去 有任何奇怪的一些 不舒服的症狀 或說什麼 這當然是量就不要吃太多 第二個我要強調的是小朋友 大家在吃麻油肌 或說去吃食腐 常常是全家一起去 對啊 我總覺得那是 很奇怪 去吃那一隻也不管 薑母牙什麼 那個氣氛都很幸福 很溫馨 當然很快樂 我就說 小朋友都會 小朋友又哭又笑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是你會想到 如果是小朋友 小朋友要湯一碗一碗的喝 他喝了不少的酒下去 這對小朋友的智力發展 當然也不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說一些食補 裡面有一些荷爾蒙 那荷爾蒙 我們講說怕就如果 這當然是比較少 尤其是有一些 我們講說一些 鴨肉裡面的 或肌肉裡面 脂肪裡面 又有一些荷爾蒙 或說我們講說 一些撕打的 也都打在脖子等等 那這個是小朋友 小女孩吃過多了 當然就會變成提早早熟 提早發育 對 來金 然後男生吃了會變成說 性徵發展就不大正確 所以這個當然是小朋友 帶小朋友去吃的話 一個是我想那個量 可能要加少一些些 那如果你擔心那荷爾蒙 湯老師 是不是那個雞皮 我們把它拔掉就好了 對 其實在煮這些東西的時候 大概有幾個原則 一定要去油 而且不要再選高油脂 像剛剛那個麻油腰化 這個就不大建議了 因為這個一定是一些 膽固醇最高的 那其實我滿在意就是說 其實麻油的鹹點非常非常的低 才177度 可是我們在煮麻油機 很常先熱鍋 熱鍋之後把油倒下去 冒煙之後把薑丟下去扁 那其實我覺得你剛才那個 那個NG的薑 反而是我覺得還滿好 是嗎 真的喔 對 因為你去扁薑的 這個過程當中 這些油煙 它其實它的麻油起源點 沒有那麼高 你把它炸著加上的同時 其實有毒物質又出來了 是喔 對 然後我們很可能 這時候再丟肌肉下去 然後泉酒下去 然後去點火 生光效果實際 其實很淡 沒有啦 家裡沒有點火 但那個有如果點火 你不覺得很像在Pub裡面的感覺 對 剛剛Pub裡面 對...一個秀 那其實是相當危險的啦 那其實我建議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先用苦茶油 它是起鹽點到兩百多度 你可以先去把薑炒一炒 然後肉下去 然後就像洪醫師講的 一些酒 然後一些水下去 再加麻油 這樣就不會讓它辨子 變成有毒物質 對 比較健康的烹調方式 但是一定要多加一點青菜 多加一點青菜 好 來 接下來這個 TOP ONE 大家最受歡迎的 羊肉爐 這個還棒了 這個 我一樣 對 正在加熱 在加熱 但是你們加熱 答對才有機會 我答一點 要先答對 對 來 我們的問題請看 我們來看 羊肉有豐富的鐵質 冬天吃羊肉爐 可以暖身又補血嗎 好 不停了 三位請一位差 來 小小瑜 那因為 的確是會暖身 但是 你吃不到 你先摸我 對啊 你知道我吃了嗎 可能說不定 因為熱湯這種東西 本來就會暖 不管是什麼 對啊 包括我們前面講的 都會暖 可是應該不能補血吧 不能補血 對啊 我覺得不能 那這樣的話 平常吃一些羊肉料理 不就可以補血了 可以 可以嗎 對 剛好 剛剛我就告訴你了 羊奶性溫和對不對 對 羊肉真的很溫和 而且剛才 大家知道這個羊肉爐 羊肉爐 我說我也可以吃 我一趟就已經等很久 就已經很興奮了 因為羊肉真的很溫和 你實實看 其實這其他這四個裡面 你維持到羊肉爐的時候 是吃完回家 感覺身體說真的 沒有那麼大的負擔 是真的可以睡覺的時候 比較好睡 你的末燒神經 不會說什麼 如果燒神經都出現 如果燒神經的血液 就會循環很好啊 你個人會 對 而且羊肉是四季都可以 其他那個都是冬天 羊肉是四季都可以吃 我們看到很多那種羊肉 羊肉鍋 羊肉爐或羊肉料理的店 其實它是四季都有 所以四季都可以吃 來 佳琪 因為我覺得羊肉爐 因為其實我們家也滿愛吃的 然後到了冬天 我們女生有手腳冰冷的問題 有時候真的吃了一鍋羊肉爐之後 晚上睡覺那手腳溫溫的 對 好好睡喔 所以我覺得可以暖身又補血 是嗎 是真的 來 也要問問看 那個學識淵博的 感冒你是不是 我們就要問楊小姐了 因為現在養殖動物 什麼樣都可以養 怎麼吃什麼季節都可以 可是你回說以前 吃羊肉的地方 是像北方 對 像最早就是蒙古 什麼那邊 那邊很冷 那個沙漠最冷的地方很冷 對 所以他們會吃涮羊肉 什麼 那個吃了之後會暖 還有北京 北京冬天的時候 都吃那個蒜羊肉 沒錯 因為吃了之後會暖 而且我們小時候 也生長在很冷的地方 我們印象中 就真的只有到冬天 媽媽才會炒羊肉或滷羊肉 然後媽媽還說 小孩子可以吃 但不要吃太多 因為小孩子吃太多 就會流鼻血 因為它的肉真的是暖的 然後我記得我坐月子的時候 我們也有喝那個 就是要燉的羊肉 其實那個就是補血 因為坐月子就是要補血 所以那就是補血的 我看我鄰居多聰明 是不是 也是怨伯 你現在怎樣 你一定要知道他就對了 請問像那你吃羊肉 有流鼻血嗎 對 真的就不會 你不會 老了 對啊 老了 我已經老了 小孩才會 這羊肉眾望所歸 對 沒有錯 小小魚 天啊 想吃 解釋一下吧 對 其實羊肉 它的鐵質是跟豬肉 或者是肌肉相對而言 鐵質當然比較高 但是不會跟牛肉 或是其他的東西比 它不是最高 但它的確是有的 然後它最主要的好處 就是這麼講好了 大家都知道人生嘛 人生補氣 那羊肉呢 什麼叫補形 形就是我們的形體 它就是補全身的意思 不只補氣 還補血 還滋陰 還撞羊 全身都補 對 羊肉在中醫裡面的肉類 算是比較上等的 沒有什麼副作用 然後肝溫又不燥 補而不燥 潤而不燥 然後暖我們的中下膠 意思就是 對 改善球角冰冷 下膠 對 球角冰冷 要下半天 他就脖子 很不強 等墨燒閃經就對了 對 大家不要特別強調這個 它對腸胃也滿好的 腸胃也滿好的 我準備要裝一碗可以嗎 可以啊 羊肉 感冒喔 感冒的話 除非它的湯底 是有加十全 剛好有加 要加十全 要加十全 你又知道 你又知道 這樣子不知我們吃 因為我怕我們吃不夠 對 因為很討厭就是 中醫古籍的羊肉 本來是金貴藥 人家只有說 當歸生薑 羊肉湯 只有當歸生薑跟羊肉 只有這三味 原本是這三味 對 它就有剛剛講的 無限的好處 可是現在大家無限上缸 裡面加一堆之後 對 為了味道 恐怕不是只有 本來這麼單純療效 會變成補過頭流鼻血 或者是倒過來補之類的 所以尤其小孩子 真的會流鼻血嗎 其實小孩子 本性就純陽的 就像剛剛已經講 純陽 很暖 所以小朋友 真的比較會因為吃羊肉 有流鼻血的情況 但是小朋友 如果是本身氣管比較不好 帶皮的羊肉 這個皮上面的膠質 還有它的一些成分 它其實對氣管 中醫來講是比較好 還可以治療 不治療 對 治療跌打損傷 或是氣管的過敏 只有這個療效 我們曾經在臨床上 有一個案例 就是吃完這些 尤其是羊肉乳之後 眼睛突然痛 隔天早上眼睛痛 然後突然就頭痛 然後眼睛視力就磨苦 後來發現其實像 還好嗎 還好嗎 它這一類的疾病 我怎麼看不太清楚 這一類的是那個叫 自體免疫疾病 那自體免疫疾病 我們剛剛講這些補品 會把它的那個免疫活性 促進循環 然後提高它的免疫力 那當然它的那個活性 它攻擊你的那個彩虹膜 我們眼睛有一個紅膜 那這個攻擊之後它就很痛 那另外有一個 比較常見是 像他們那個眼牙 有可能會升高 假設你有那個青光炎的 突然吃完這個 會偏頭痛 那有可能就是眼牙升高 第二個是我們剛剛講 一直在講 沒錯它含高的鐵 鐵是非常難吸收的 所以它動物性的鐵 羊肉的鐵是滿好吸收的 所以是會補血 可是它也會促進循環 可是我們常常在講 很多的病人事實上 他已經在吃一些抗凝血的藥 像有一些什麼 放什麼心臟絆膜的 有一些靜脈酸塞的 你如果再加上這個變成說 或是有人在吃阿斯匹林 再加上這個 有可能把它藥的藥效加成 變成很容易出血 輕輕一碰就淤血 就流鼻血 第三個我要提醒大家 大家講說吃這個可以鎮定安眠 可是大家也沒有想過 我們常常在吃那些 有一些勞動皆 且很喜歡喝酒 再加一個什麼 阿達阿比的那些 對 對 是 沒錯 加完之後他們的精神 就很好 精神滿了 對不對 那裡面很多 跟那個成分 其實有很多類似的成分 你為了要鎮定安眠 你會不會 我們大部分都是在晚上 很冷的時候去吃這一鍋的東西 對 晚餐你會不會吃得 你整天都像吃了阿達阿比一樣 精神特別好 這個也是要特別注意的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那個帶肥的地方不要吃 還有第二個 我們這邊都不錯 都沒有準備沾醬 其實這些 鍋料的這些沾醬 對 沾醬 對 很多人會沾醬 我們都忘得炒 對 我這家家會拿耶 對不對 現在請工作人員拿來 對 這個豆瓣醬跟這個 那個豆腐乳 其實都是發酵的東西 其實對肝臟不好 然後又有這些酒精 其實會讓我們的肝臟 負擔太大了 所以盡量不要沾這些沾醬 這個是很重要 然後記得 這個吃這些補 要當成一餐 不要就是說三餐吃完 再去另外加一個補 熱量絕對太多 而且蛋白質太多 我們的腎臟負擔會太重 所以還是要留意一點 不是不能吃 但是吃的方法 對就沒問題對不對 你已經多了好幾碗了 剛剛吃完 吃完就吃了好幾碗 真的很正點 剛剛潘老師說 他們家沒有什麼補 他唯一就是 蘿蔔燉排骨湯 對 其實中醫說 冬天要吃蘿蔔 夏天吃薑 是最好的養生方法 所以這個羊肉乳 如果太燥熱 就是加一點當季產的白蘿蔔 好漂亮 不過彭醫師你也幫我們 來做一個整體 總結 就是說針對每一個人 不同的體質 這個冬天我們就要大進步 其實這是一個 我們的生活習性 我們沒有辦法杜絕它 但是我們要吃的正確 怎麼來弄 好 大家只要虛好 分成氣血 陰陽這四種 那其實氣血的人 就是容易感冒疲倦 講話比較沒有精神 中氣不足的 所以就要補中益氣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 藥燉排骨 是非常好的 其實不一定要用吃的 有個穴位 它是補氣的大穴 之前也有教過氣海穴 對 氣海穴它在我們的韌脈 肚臍下兩指幅的位置 這樣子簡單 對 大家看是暖暖包 放在這個位置 隔著衣服 或者是輕輕地拍動這個位置 也很好 就可以震動我們的氣海穴 因為韌脈在這邊 就是化成身體的陽氣 所以這邊越溫暖越好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邊吃藥燉排骨 就邊排起來 不行啦 你會為這樣屁 消化不了 平常保養用 血虛的話就是臉色比較沒有光澤 容易頭暈 心悸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補血 再加上活血 那薑母鴨它就有這個效果 或者是常常介紹的三陰膠穴 內懷上四指 然後進骨後圓的這個三陰膠穴 也是一個可以使用的一個穴道 每天洗完澡之後按壓二十下 就可以達到這個補血 活血的效果 好 再來如果說有陰虛 這是現代人最常見的 因為熬夜或是工作壓力大 所謂的陰虛就是說 覺得心煩氣躁 口乾舌躁 然後手巾明明很熱又怕冷 這種最適合來吃個麻油雞 而且如果說塑膠穴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按我們這個太吸血 那在我們這個腳踝 後面這個腳筋的地方 記得要用大拇指按內側的這個腳筋 用力一捏 下次如果說塑膠穴或什麼 趕快捏這個位置 聖經的穴道它會馬上開嗓 或是馬上開嗓 對 開了... 像是唱KKK有沒有 看一看 你現在鼓大海了 先按腳就好了 各位觀眾朋友在家裡 可以自己就是按按看 然後感覺一下 會覺得口中會慢慢生疏 唾液的感覺 那最後就陽虛是比較嚴重 就是說它又氣虛 血虛 陰虛 然後全身都比較虛寒 代謝比較慢 整天都想睡覺 這種怕冷的 就要來補羊撞骨 這個時候就是羊肉爐 十拳大補不是它的康底 是說它有十拳的效果 那再配上腳底的湧泉穴 這個之前都有介紹過 腳底最凹臥的地方 對 洗完澡的時候 自己適時地去刺激這個位置 就可以來補養這個位置 好像每一個穴道不需要刻意地按很久 大概都二十下左右 二十下保養 然後每個穴道輪流按 這樣就可以了 就好了 厲害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什麼叫做一個最強制冬令進補料理 今天我們請譚老師來示範一道 我們的好貨到你家 譚老師 不得了 這一道這一說出來 雖然譚老師剛剛有講 我們在這個麻油雞呢 我們在吃的時候 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時間點 那這一道料理要需要注意時間嗎 那其實不用 而且這一道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就是晚餐煮了之後 你就是用一鍋 就所有的東西都不用再做了 因為營養都夠了 然後也可以再便當 然後又可以稍微補一下就對了 對 當然 那這個名稱講出來不得了啦 到底是什麼 名正四方 倒退三步 麻油雞飯 你好 對啊 好好吃耶 怎麼做 麻油雞飯 我們要爆漿的時候 我們就用苦茶油 這個是 所以你不是用麻油嗎 不要 我們因為麻油不太高溫 對 我們就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我們要煮飯了 不要太多的油 一點點就夠 因為我們營養太多了 然後薑就下去 冷鍋 兩邊而已 沒有火 可以再多一點 對 可以再多一點 對 然後這個薑呢 我們就稍微給它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點膠 就是有一點點味道出來就好了 對 不要太多 對 然後可以加一點這個 杏鮑菇 有一點點味道出來 對 我們要讓它 讓它就是 我們也不要再另外煮青菜了 就是一鍋就夠了 然後這時候 我們可以再加點高麗菜 對 那這個時候 雞肉就下來了 這感覺你好像用菜飯 對 這個叫做 中式燉飯 對 然後這個肉呢 你就是把所有的油脂都去掉 你都沒了 沒有 雞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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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腿都可以 但我今天用雞腿 對 然後我們這時候可以加一點點米酒 米酒 對 那是一點點 真的一點點 這樣味道會夠嗎 對啊 我們因為也會有 就是也可以給小孩帶便當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 我們兩個的包子加多一點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加水 加水 它就是 剛才那個酒 因為我們只有一點點 就讓它滾一下之後 然後可以加龍眼乾 龍眼乾 對 龍眼乾會讓它很甜 那如果說 像我個人比較喜歡就是全白米 那你也可以就是加一點點糯米 然後這就是三份 這是一份 然後這樣去 對 和在一起 然後把它 這麼少 那會比較有口感是不是 對 炒到之後呢 你加鹽 那就這樣 然後之後呢 其實我們這邊是一個 比例的示範 對 然後我們之後再把它放到 電鍋裡面去 炒到什麼程度放到電鍋 對 其實你稍微 稍微有點點白白的 不用 不用炒到全熟 像現在這樣子嗎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對 然後就放到電鍋 因為你炒得 三分熟 對 你炒得太熟的話 它在蹲的這些時間裡面 太久了這樣 爛掉 對 有些肉就不好吃了 然後就用大口電鍋 對 都可以 什麼電鍋都可以 一般的蒸飯的方法 都可以 電子鍋 電鍋都可以 然後呢 你如果一杯米就一杯水 然後就one touch就可以了 就OK搞定了 對 然後跳起來之後 就可以了 很好奇了 對不對 很好奇了 來...到底這個麻油雞飯 它有多麼香跟美味 來 天啊 來... 讓大家稍微欣賞一下 你看 這個感覺有沒有 好香耶 我不要吃這個養肉爐了 我要吃那個 手機養肉爐 對 所以麻油是在這個時候加的 對 就是到最後 這個時候加啊 不是 我們在這個最後 要進去鍋子裡面煮的時候 就可以加了 對 那你的 因為有水之後 你的溫度就在一百度左右 所以麻油就不會起化學變化 了解 那你麻油加多少咧 其實我只加一湯匙 一湯匙 對 然後不然 這樣還是有麻油 有... 對 星期的那一大利餐廳 就吃這種麻油雞燉飯 燉飯 一模一樣自己家裡就可以做 好厲害 一顆五六百 我說真的 星期飯店有賣這個 那種創意料理 他就說麻油雞resorto 就是義大利的燉飯 做麻油雞style 講白一點 就是麻油雞飯嘛對不對 你這個喔 那個料的多寡 跟我以前吃過一道麻油鴨飯 有點像 其實你也可以改變 但是你的料更多 但是你可以改變 就是你也可以用那個什麼 用鴨肉啦 或者是你真的喜歡吃羊肉 那也可以換 對 正點 好了 各位 完成品了 請稍微一點 好香喔 這味道我出乎意料耶 天天的 你不期待飯 而且是因為那種 什麼料理都有 什麼營養都有 肉 麵粉 菜 而且它的飯 吸飽了那個雞的滋味 甜甜的 甜甜的 為什麼這麼甜啊 因為就是那個龍眼啊 很像那個龍眼 龍眼加分不少耶 其實它像昏的羊肉是補形 在素的裡面 龍眼就是補形的一個東西 而且古人覺得說 龍眼是個子嘛 然後就補子得子 然後就可以補腎 有喔 我覺得這個鹹味剛剛好 我覺得台灣人都吃太鹹了 太重了耶 這個可以吃出那種食材 原始的那個鹽味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大家應該要效法 這樣的一個觀念 對 這些健康食材的味道 對啊 先謝謝大家分享 以及謝謝譚老師的示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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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